柯到底想要幹嘛 柯其實就想要賺一批人 你看徐春瑩跟國民黨混那麼久 國民黨也不敢提名他上部門去 我給你了 你幫我把陸沛搞定 可是我覺得他這回搞砸了 他也急了 如果你在覺得說柯文哲 你看你現在在操作這個徐春瑩的這件事情 徐春瑩到昨天 連這個說什麼 你台灣宣布獨立啊 宣布獨立我就什麼什麼國籍問題 柯文哲這次要選擇在這個徐春瑩的事情 把他挖打 他看起來越挖越大 那個我覺得是柯文哲的算盤是這樣算 那一方面也是跟對岸有一個善意的表現 你的人 你的人 吳思淮為什麼要放在部分區裡面 意思是一樣 這是他們喜歡的人 那徐春瑩是他們喜歡的人 這個可能是一個要素 你看徐春瑩跟統戰部的關係千絲萬縷 你看我們也跑過兩岸 那不是他要做理事長 他要做那些他跟他沒有交情 他怎麼做理事長 我們什麼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去參加活動什麼兩岸交流 也要跑過很多次 那什麼時候去跑過統戰部的活動 統戰部根本沒有幫我們點名 沒有幫我們點名 要不然就是點名 不是你沒有參加 是人家沒找你 所以我們不是個咖 對不對 所以他能夠參加那麼多統戰部的活動 那表示他有一定的關係 或是地位 對岸其實至少某部分人是喜歡他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柯文哲想要賺陸配35萬票 他一直在講陸配35萬 這是他的算盤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那個年輕人 尤其是太陽化世界 被這件事情一弄就弄反 一下子70萬票就沒了 那會不會一加一減 反而他是了的 那柯文哲有這麼笨嗎 他會覺得說我把他挖大 他原來的算盤很清楚 他原來的算盤叫做抓兩頭拉中間 就一根繩子 他會想像把我們的光譜 想像成一根繩子 你看美利島那個什麼政治光譜 想像一個繩子 我抓一個統派的 這個極統 極紅的 我再抓一個 抓兩邊 抓兩頭是不是就拉中間 這樣那繩子就被我拉起來 那我的中間路線 就出來了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所以他的計算說 我這個我還可以賺35 他沒有想到 他這個35還沒有賺到的時候 那邊70已經丟掉了 因為重量不移 我還是用1400萬算 算是1400萬票 他掉了大概5% 5%就70萬 現在看起來他的社會 對這件事情的討論 看起來是一個 我不認為兩極化 因為有一派的聲音 比如說像陸沛這些人 其實是沒有出現 所以他會不會想要抓 那個隱性的這些聲音出現 因為這座出來 大概都會被罵 可是比較顯性的是那一種 就是說反對的聲音 他是力量大 我這樣子講 他是要抓那邊的人的票 可是我說實在的話 他一直想要打成說什麼 歧視陸配 對 他一定會這樣子操作 問題是沒有人要歧視你 第一個 他想要操作的時候 這就是標準的滲透分化 顛覆統戰 他就讓你趕你切割 切割了以後 把你這群人的情緒炒起來 然後我這群從此就煩你 要變成我的這樣子 這是這個操作 是他們非常顯熟的 柯到底想要幹嘛 柯其實就想要 我覺得柯沒有那麼聰明 柯就是想要賺一票 賺一批人 因為你看徐振英 跟國民黨混那麼久了 國民黨也不敢提名他 當部門區 我給你了 你幫我把陸配搞定 他就想要賺這一票 至少這是實質的 他有個基底 可是我覺得他這回搞砸了 所以他也急了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使得他的年輕票暴跌 民調也下來 整個基底開始動了 所以他才要拼命去公佈民調 幹什麼 然後才會對學生 一問那個 徐振英的事情 就哄回 那個就是焦慮了 然後對這些事情 其實打到他痛處了 這個柯文哲現在 就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辦 提進去不提 還是放安全名單 不放 他把他放進安全名單以後 你看有多少人 就會因為這樣子起來 對 就把他安全名單 變成不安全 不安全 對 這樣子他得不偿失 那他的分寸要怎麼拿捏 他其實拿捏不住